你不是他的妻子 所以 你沒有資格教訓我 我有資格 你等會 高夏金是吧 你是 你不認識我 還不認識我們家車嗎 不是都做過好幾次了嗎 我是可可的媽媽 朱靖草的老婆顧莫莉 我知道 我聽靖草提起過你 但她不是離婚了嗎 你是她前妻是嗎 你怎麼知道我們倆離婚呢 反正就是知道了 你幹了什麼事我都知道 別想挑撥離間 我警告你高夏青 偷拍很卑劣 誹謗也是違法的 你在藝術叢林的公眾號 污衊我 這事是你幹的吧 什麼偷拍 什麼誹謗 顧莫莉 你是不是離婚之後 心裡出現了問題 我勸你應該去看看 心理醫生 還要裝啊 靖草送了你健身券 你用了健身券之後 網上就出現了 我被偷拍的照片 你不會跟我說 這是巧合吧 她就是很巧啊 可可跟果果恰好是同學 而我恰好認識了你前夫 恰好我們那天聊了幾句 還聊得挺投機的 我恰好想去健身房 而你呢 恰好那天 和為的男人一起去健身房健身 我恰好就拍了一張 就是這麼巧 但是有一點 不是巧合 我對朱信草是有好感 我是一個離異的單身女性 她是一個離異的單身男性 我追求她 合理合法 光明正大 高小青 我告訴你別太囂張 我還要提醒你一句 你們已經離婚了 你不是她的妻子 所以 你沒有資格教訓我 我有資格 我警告你啊 離朱信草遠點 您是 我是朱信草的媽 可可的奶奶 你聽好了 不管她們離不離婚 顧茉莉 都是我孫女的親媽 就這一點 你一輩子你都比不上 我這麼大年紀了 打眼一望 我就知道你是什麼貨色 這還沒怎麼著呢 你就想著給原配挖坑 一門壞心思的想害她啊 別說你還帶著個孩子 你現在就是個黃花大閨女 我都不可能讓你 進我們住家的門 阿姨 您聽我解釋 不用解釋 剛才你說的話 我都聽見了 你要是敢當小三 敢禍害我兒子 你根本怎麼收拾你 告辭 你以後別讓我再讓你碰到你啊 我先走了 說話呀 怎麼現在不說話了 你不是在家裡挺能說的嗎 小嘴巴巴的 遇著個高夏京叫慫了 不是我說你 那個高夏京 可真的比你強一百倍 他可知道了 他離了婚 帶著個兒子不好嫁 遇著個好的 就舔著臉地往上貼 貼一個不行 再貼一個直到行為止 像你 我怎麼了 你 可可回來 你知道跟我說什麼嗎 說奶奶 媽媽來接我了 媽媽不出差了 為什麼媽媽不回家來住 我怎麼跟孩子說 我跟可可解釋過了 我最近比較忙 我爸媽那兒離我的公司比較近 所以我就住那兒了 你 你以為孩子傻是不是 我孫女那是冰雪聰明 她能感覺不到 她爸爸媽媽好不好 好好的一個家 被你們倆拆得是七零八落的 你拆了就拆了吧 然後現在還黏黏乎乎的 莫莉 你跟靳草現在是真的離了啊 靳草的事你沒資格管了 剛才當著外人 我是不想說你 不是你們 你們倆到底是想各走各的 還是想復合 你你總得有個說法吧 我們倆離婚 就是為了能更好的生活 不是 離 離婚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我怎麼聽真話這麼別扭呢 你顧莫莉都來打小三了 你還不醒醒啊 莫莉啊 你跟靳草的婚姻 沒有任何原則的問題 好好地過日子不好嗎 你瞎折騰什麼呀 你別怪我沒提醒你啊 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今天的事您先別告訴靳草 為啥呀 那高夏金都上車了 你是等他們倆好傷是不是 怕也沒用 該來的總會來 不過我相信靳草 她不會 你還嘴硬啊 還嘴硬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說你們 什麼事情 都是先做了再說 完全不盡後果 你在這兒好好想想啊 我也不跟你說 我買菜去